我現在要開始講解 RealTimespring這個工具的使用方法 首先 我們要先找到下載點 下載點在 screezspot.com 然後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是我們現在 我們公司普遍 用來 使用在布飄 還有 頭髮 辮子 等等 袖子 裙擺 等等的刺動化 的上面他會自動幫你運算 這樣就省去很多人力而且調 調起來動作 也很自然 然後到了screezspot之後搜尋 SPE RNG 這個工具 然後這個呢這個工具是我的老師Harrison 他寫之前寫的然後他本來是要作為商業用途 然後後來因為好像某些原因 就變成了open source 然後現在就可以讓開放讓大家 自由的下載然後還有修改 所以後來我也改了一個我的版本 我加了 我後面加了一個 工具就是把 把旋轉key都備份 把旋轉值都備份到那個bomb上面的功能 然後這邊下載點在這裡 然後抓下來之後啊 抓來之後就是安裝 安裝之後你就是從 maxscript run 然後run這個 假設你剛才抓到桌面去 然後我現在run的是我的版本 然後我的版本 下載地址是在 右邊 對 我右邊會寫 然後現在run完之後呢 沒有任何東西 因為他出現在這個 這個欄位 border tool 就是 我寫的工具都放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從 Toolbar 因為找到Tboard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設成快速鍵 或者是 然後我通常都習慣設在quad quad的話這邊是直接按右鍵 直接按右鍵出現的那個 四個 右鍵選單嘛 我把它放在這邊 好 像這樣直接按右鍵這個就有了 然後 先直接就直接進入範例了 拍個檔案 然後這邊有一個動作 我先用慢的 用快的 正常速度 這是 30格 然後我現在要替他做 後面的步飄 首先 第一步就是 我先給他一個點 然後對齊到 這邊 全部對齊 然後呢 選這個 按上一層 上一層是 這個 對 然後我現在要必須要把它 插到 這兩個階層的 中間去 Link過去 給他 然後 這個 Link 給他 這樣子 他的上一層是他 他的上一層就是他 所以他會 這個剛才產生的點 會 會夾在這個 這兩階之間 然後 然後 現在就可以 開 開這個界面 之後 你只要直接選他 然後按 表圈 然後你現在就可以看到 有動作 他是 看起來就是軟軟的 就是已經有跟隨動作 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只要去設這個Key 在Local方向 然後由於他是循環的嘛 所以說 最好是 這個綠連 最好他 動作也要回去 然後 這一邊最好就是在 高一點 就像這樣子 好 第一個 這樣已經結束 然後 動態 動態就好了 然後再一樣 這做一次 對齊到他之後 他的上一節 他上一節應該也是吧 對是這一節 然後link給他 然後這一節link給他 然後這個再按bill券 然後 然後我想要讓他有點不一樣 所以說 他們 他們翻起來 因為你這樣揮出去之後 他會翻起來 翻起來的時間點最好 不要一致 這個 稍微慢一點 這樣看起來 比較自然 然後他這邊下去 就要稍微下去 就是 要讓兩個動態 錯開 這邊可能 再下去一點 然後他再更上去一點 然後這個 更上去一點 都無所謂 然後 看到 出口 走 走